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卡尔坎普地藏 并屡自展出出版 定谣盘晚为大宗和聚较少 馆藏及市场偶见 或体量稍大 或合体扁平 本品袖珍金工十分罕见 又来源可考颇为难得 小罐整体做流斗状 唯妙唯肖 趣味横生 五代至北宗时期 流斗行器十分流行 金银陶瓷制品皆有 它们有趣而又不失风雅 其中已定谣制品最生动 本品成队船舍甚为难得 新磁蛙鱼 乃两金月瑶流行产品 锡进制品往往金鱼东进 本品造型精准 生动船舍 胎幼保存状态好 在同类器中属精品 药州瑶青幼冠 采用深刻技法装饰 刀法简洁明快 纹饰浮雕感强 牡丹硕大饱满 莲拌肥鱼宽厚 巨物带一风 不多见 本品为安思远珍藏 后于纽约加世德 2015年春拍安思远专场释出 本品端庄秀美 小口宽敌 平身黑幼滑花装饰 兼 静部为连半纹 上下呼应 腹部为蝉枝牡丹 书卷阿诺 一气呵成 文饰之外为细腻的壁滑纹 艺术效果与众不同 目前所见最为相似的一粒 为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品 另见瑞士鲍尔基金会的一件 单色白柚褶 造型与本品相同 本品源于瑞士藏家珍藏 出口盐 宣足外 小杯皆以白 鹤 二色胎泥 香角立坯 内外壁成羽毛纹 细密繁复 整齐有序 装饰意味极强 内外底心卓一角出六瓣花形 彰显匠心 展内施黑柚 色黑如漆 光可见人 褐色飞斑 自展心向口岩发散 字意洒脱 浑然天成 美名天外飞仙不为过 拍品形质较小 与常见园中后期高大者不同 极为少见 它仙巧眷勇 婉约清新 据宋代遗风 为宋墨原初制品 静服装饰牡丹纹 构图书朗 花叶玲珑 腹部组织S型蜿蜒起伏 纤细挺进 极具功力 右色清律 纯净清亮 玻璃感强 与常见乳酌湿透者不同 盖合菊瓣状 周正宫桥 盖面磨印 折织牡丹 线条纤细 利落挺进 纹饰清晰立体 灵动生姿 艺术效果可比利粉 这也正是忠实地模仿了 金银器赞克纹饰的效果 整气湿清白又 色泽淡雅 迎彻无瑕 外壁肌幼 色显湖水绿 杏仁心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